有的人是用腳尖 有的人是用腳的中間 有的人是用腳跟 請問你用腳尖的舉手 我也用腳尖的舉手 好 放下來 那你覺得應該用腳中間菜的舉手 我也是吧 那你覺得用腳奔的舉手 我好不定話 好 等一下呢 請你試試看 全部都換過來用腳尖 可以踩石頭 因為呢 你的腳尖有什麼 腳石頭 勾住石頭 你看喔 我示範一下 勾上來之後 我示範給你看 勾上來我可以怎麼樣 左邊轉 你可以右邊轉 可是當你用腳中間的時候 你可以轉嗎 你就會被牆壁卡住 如果你用腳跟 就不用說你真的走外面了 好嗎 所以等一下請你換過來 用你的腳尖 看好用腳尖踩 腳尖可以轉 而且你看這麼小的石頭 可以一次踩兩個腳上來 好嗎 好這裡一樣 小石頭就可以踩了 好上來 兩個石頭一樣可以踩 OK 所以等一下請怎麼樣 換過來用腳邊踩 好嗎 好再來 如果你在爬的時候 覺得手比較痠還是腳比較痠 有 好你覺得手會痠的舉手 都沒有 都沒有 那你覺得腳會痠的舉手 都沒有 好 我覺得你現在都比較厲害 好但是呢 有一個重要的東西 請問一下 你的手臂的肌肉多大 沒有 好 你請問看 好 再來 請你摸摸看你的大唇 小腿 多大 好 所以你覺得 手會比較有力 還是腳會比較有力 腳 腳 好 所以呢 等一下呢 攀岩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用的應該是腳的力量 手呢 就是用來 抓 保持平衡 所以 剛剛有沒有看到很多人 他爬的時候是這樣 有 手怎麼樣 掉在那裡 掉在那裡 OK 不是 手是用來保持平衡 腳才是真的厲害的地方 站起來 站穩 好你看 我站穩之後 我的手 還可以放一隻手下來 累了 換一隻手 下來 所以呢 用你的腳把身體的重量撐起來 可以 你的手就會輕鬆多了 因為我們剛剛說 手比較有力還是腳比較有力 腳 因為你每天都要用腳走路 對不對 所以腳可以撐得比較久 所以等一下記得 用你的腳的力量把身體撐起來 手指拿來 手指拿來 手指拿來讓你保持平衡 OK 好 另外一個 剛剛我發現很多人 跟猴子一樣 這個 這個 什麼叫做猴子一樣 這個人呢 他習慣怎麼樣 抓著 飛過去 好 非常非常的危險 所以等一下請你 有一個口局叫做 三點不動 一點動 誰知道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你要幾個少 幾個掉 加起來總共幾個點 四個 一二三四 所以呢 有一個口局叫三點不動 一點動 四個點裡面一次 只動一個點 三個點不動 什麼意思 你看喔 平衡上來之後 一二三四 一次我只動一個點 所以我有三個點 是在牆壁上的 我不會這樣子 你看這樣子之後我會怎麼樣 身體會斜斜歪歪的 或是我不可能把兩隻腳怎麼樣 對不對 好一次呢 只動一個 手空了 抓過來抓穩了 好抓穩了之後 換腳過來 有沒有看到 好 這隻手 腿空空下來 OK 好了之後 移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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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動一個 這樣子呢 你才會保持 硬的 不要像猴子一樣 可以喔 非常非常危險 好 好我們講了幾個 十五個 第一個是什麼 那個 不是 腳尖 腳尖 腳尖怎麼樣 腳尖 好 那我用腳尖踩石頭 對不對 好第二個是什麼 對 很好用腿的力量 第三個呢 那個 不要吹 手的力量 不要像猴子 不要像猴子 三 三點不動 一點動 很好 如果你在外面聊天 聊到攀眼 這是最基本的 就是三點不動 一點動 OK 沒問題 好 三點不動 一點動 一次只動一個 再來另外一個 我剛說了 我們最後要比什麼 比什麼 比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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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誰最少 對不對 有一個是訣竅 你看喔 你在聽啊 你在這裡開始爬 我要過去那個石頭 我如果在這裡 我抓得到它嗎 好 用你的屁股 增加你的身體的圓展性 過來 欸 是不是就碰到了 好 假設在相對的 我要過去那邊也一樣 我如果在這裡 我抓到那一顆嗎 抓不到 我移一下 好 移一下 是不是就抓到了 對不對 好移一下相對的 過來 原來 在這裡我踩不到那一顆對不對 可是我移過來 我是不是就踩到了 對不對 好 利用你的屁股 因為屁股呢 是我們人的 重心 知道什麼是重心嗎 知道 你的重心 就是你移過去之後 你整個身體就會過去了 移過去之後 整個身體就會過去了 所以 你要去哪個方向 先把你的身體的 重心 還有整個身體怎麼樣 移過去 你的身體就會延展 就會離那個地方近一點 解不解 解 好 這次聽幾個 第四個對不對 好 我們總統講的 腳尖 第四個 踩 腳 對不對 好 那 四四個 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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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動一點 那 我們第四個是什麼 屁股 OK 等一下呢 我們先從這四個最簡單的開始 然後去試試